我們不會在這邊回答這些問題 這裡是立法院 一早面對媒體追問 民眾黨立委黃珊珊反嗆在立法院 不談金華城 但前一天黃珊珊率領北市民眾黨名代替 金華城案反擊地點就在立法院 而黃珊珊主張金華城案法源 依據是北市都市計畫自治條例25條 也被議員打臉 對於法條的見解的妙論 也要不顧一切的開記者會來幫自己 跟柯文哲來洗白跟射防火槍 去喝下黃珊珊遞給他們的這一杯毒藥的話 責任全部變成柯市府懶了 黃珊珊一直說這是通案 台北市還有哪一個私人改建案 柯市府主動幫他們擬定細部計畫 至於黃珊珊前一天 搬出好市府任內中泰賓館改建東方文華案 取得25%榮獎來當案立體柯文哲報區 也遭到質疑 那東方文華是一個金融服務的園區 他是一個規範比較寬鬆的一個法規 跟金華城沒有主要計畫 然後又不符合他所相關的圖管條例等等來說 完全就是張飛打岳飛 我昨天也是有跟市長開玩笑啦 就是說你要不要提告民眾黨 那他是說他就是在 他如果每一句胡扯八道都要提告的話 那應該提告不完 射書會也在臉書PO文 怒批黃珊珊現在是在害公務員 變成自證柯市府圖利 死到有不死平道 不需要模糊焦點 那東方文華的回饋 是在郝龍斌任內通過的 大家去看看他是不是個案增加容積率 如果不是那請他們去告 儘管黃珊珊上火線反擊 但仍被質疑漏洞百出 最新民調也顯示 民眾黨的政黨認同度 僅剩下百分之九 究竟黃珊珊能否替民眾黨加分 成了大問號 三連新聞 林博煌 王毅德 台北報導